欢迎收看3月24号的财经Espesso 晚上好 我是威敏 安华出任首相后 正积极整顿前朝弊端 而垄断多个市场的土著企业大亨赛莫达首当其冲 加拿大部长陆赵福今天宣布 明年开放符合资格的公司申请提供验车服务 Busparcom将不再是国内唯一一家验车中心 而这项结束垄断的宣布却烧到近日频频被扯入政治的赛莫达身上 因为Busparcom的母公司是多元资源工业 而赛莫达持有多元资源工业高达56%的股权 实际上除了验车服务 赛莫达也垄断了稻米进口等市场 此外 它属下的贸易风也和大马糖厂并列为白糖业的双寡头 在国内拥有多项独门生意 大马统计局今天公布大马今年2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维持在3.7% 稍高市场预期的3.6%和1月通胀率3.7%相同 显示国内物价依然是居高不下的 而2月通胀的主要驱动是来自餐厅和酒店 涨了7.4%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也起了7% 以及交通上扬了3.7% 至于外食通胀数据方面 2月入得8.9%的增幅和1月的9.3%相比要来的低 对此 统计局认为 政府为降低生活成本所推出的爱新菜单计划 某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外食通胀持续飙升的情况 另外 非洲猪温导致猪肉供应短缺 令2月份的猪肉价格飙涨了31.8% 换了政府之后 另外一个出现变化的就是大马的5G政策 而政府将在下周公布5G落实政策的最终决定 对此 分析员认为 数字通讯部解散国家数字有限公司的可能性不高 脸床研究分析员也在报告中点出 两个推行5G的潜在方案 包括延续单一批发网络 以及更换至私人界双向批发网络模式 无论如何 分析认为 如果能够以更低成本推动5G 则有助于推高国内主要移动网络营运商 美股核心净利以及估值进而激励股价 那么今天的财经ESBESO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